大家好,川普在周六南卡参加竞选集会时表示 他担任总统期间曾告诉一个北约国家领导人 将鼓励俄罗斯为所欲为的对待那些远未达到北约国防开支目标而欠款的该联盟成员国 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打算兑现这一威胁 也没有说明这对北约意味着什么 但他发表的言论与过去为突出自己的谈判技巧而发言的言论不同 很有可能会引起北约盟国的担忧 这些国家对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非常紧张 特朗普在周六南卡的竞选集会上对支持人说 在我出现之前北约一直处于破产状态 每个人都要付钱 他们说好吧,如果我们不付钱 你还会保护我们吗? 特朗普说绝对不会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答案 特朗普重申在他的强势推动下 北约盟国开始加大国防开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甚至因此成为了他最大的粉丝 并一度说所有这些美国总统都来过 他们发表演讲就走了,仅此而已 他们,北约盟国都欠钱不付款 特朗普接着表示,而我来了 我发表演讲,我说你们得付钱 一个北约大国的总统曾一度问他 如果被俄罗斯入侵 即使他们不付钱,美国是否会保卫这个国家 特朗普回忆说 他当时对这位北约盟国的领导人说 不,我不会保护你 事实上,我会鼓励俄罗斯 为所欲为,直到你付钱 你得付账单 现在我从俄罗斯方面了解 特朗普提到的这个小国 是埃查尼亚 是波罗地海三国 白宫在周六晚些时候 称特朗普的言论令人震惊 且失去理智 并赞扬了拜登总统 为加强北约联盟所做努力 白宫发言人贝茨在声明中说 拜登总统恢复了我们的联盟 并使我们在世界上变得更加强大 因为他知道 每一位总统的首要责任 是保护中国美国人民的安全 并坚守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 鼓励凶残的政权 入侵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是令人震惊和发疯的 这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全球稳定和我们国内的经济 北约的核心是集体防御承诺 即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 是对联盟所有国家的攻击 多年来 特朗普对北约资金运作方式的描述 并不准确 北约有一个目标 即每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 至少占国内经济总 生产总值GDP的2% 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但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指导方针 并不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也不会产生账单 与同时 北约超越国并没有 不支付其在北约 共同预算中所占的份额 以运行该组织 特朗普暗示 他会鼓励俄罗斯 以任何理由侵略美国的盟友 而此时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 正在反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提供更多的援助 普京在与美国的采访中 也呼吁达成协议 通过将乌克兰领土割葬给俄罗斯 来结束战争 一些欧洲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表示 他们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 入侵北约国家 而特朗普可能重返总统宝座 加剧了他们的担忧 特朗普几乎肯定将是美国共和党 总统提名人 民调显示 他在全国摇摆州 目前领先于总统拜登 由于美国和北约成员国 在保护乌克兰 维持联盟方面投入巨大 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立法 禁止总统在未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 多数批准的情况下 单方面推出北约 但这丝毫不能平息 对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内紧张的情绪 因为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曾对该组织及成员国的国防开支问题 加大批评 欧洲的一位官员说 美国参议院认为 有必要在国防授权法案中 加入这一条规定 这足以令人不安 我们对退出北约条款的解读是 如果该条约受到考验 总统将获胜 波尔顿曾担任特朗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但他认为特朗普对美国很危险 确信特朗普如果当选 他一定会退出北约 这是波尔顿 他对特朗普的了解 波尔顿上个月在接受MSNBC节目采访时说 我认为特朗普的强烈感受 他认为欧洲人仍然没有支付 他应该的份额 他认为欧洲人与我们谈判达成的 非常负面的贸易协议 我认为特朗普期待着退出北约 曾在奥巴马担任美国驻欧盟大使的达尔德 他说特朗普可以在不正式退出北约的情况下 采取一系列破坏北约安全的行动 而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中 条款几乎无法阻止这类行动 我不会在该法案上投入太多读书 我认为这很重要 他表明国会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美国作为北约成员国 是值得欢迎的 但他不可能阻止美国减少 甚至完全取消对北约的承诺 特朗普或任何与北约欧洲对立的美国总统 可能采取的行动 包括通过指示美国外交官不参加北约的会议 出席会议但保持沉默 或投票反对需要达成共识来挫败北约的工作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使北约陷入僵局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可能会拒绝参加防务规划会议 以及北约的军事演习 或拒绝与北约成员国分享情报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将如何回应潜在的北大乡公约第五条请求 任何北约成员国在受到攻击时 可以援引共同防御条款 该条款被视为是对任何侵略强要力的威慑 那么普京深知此一点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 北约成员国与14年同意 停止冷战后削减国防开支做法 24年将国防开支达到GDP2% 特朗普在16年竞选期间警告西方盟友 他的领导下美国可能会放弃对北约的条款程度 被达到北约2%的目标成员国提供防备 北约的报告截止22年 到目前为止 31个北约成员国有7个国家履行这一役 而2014年只有三个 俄罗斯是在2022年全面入行乌克兰 促使一些北约成员国增加的军会开支 在去年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上 北约领导人商定新的国防投资承诺 做出了每年国防投资至少占GDP2%的长期承诺 北约领导人还重申 在许多情况下将需要超过2%的支出 以弥补现有不足 并满足因竞争更加激烈的安全秩序 而产生的所有领域的需求 新的国防投资承诺还呼吁 盟国在包括研发在内的主要新装备方面 达到每年国防支出20%的指导方程 特朗普的争议性言论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日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X表示 跨大西洋联盟75年来 一直支撑着美国人 加拿大人 欧洲人的安全与繁荣 那关于北约安全和第五条 团结的鲁莽言论 只符合普京的理议 他们不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平 恰恰相反 这些言论再次强调 欧盟急需要进一步发展战略自主 并投资于房屋的标性 并保持我们的联盟北约 我之前节目就说过特朗普 他当选以后一定会改变 现在拜登和欧洲这种关系 和北约的关系 那么特朗普会收缩 也就是让普京在欧洲为所欲为 那么欧洲实际上 他过去和美国之间 经济上包括各种各样的 政治上 利益上的这种不平衡现象 就是美国拿大头 欧洲拿小头 然后欧洲被美国保护 这种情况 美国方面是要从欧洲换回更多的利益的 也就是欧洲要大凸血 由你欧洲来为美国买单 那么欧洲 未来他会更多的寻求什么 自主 也就是我既然花了些钱 那么我为什么我不成立自己的欧洲军队呢 那么大西洋联盟关系就会被分化 你可以看到 特朗普上台以后 对美国大西洋联盟是一种巨大的损害 让普京和俄罗斯 能够对乌克兰对欧洲东部发动威胁 那么欧洲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那么不能相信美国 就只能在美国之外 在北约之外 重新建立一支欧洲军队 那会虚弱美国和大西洋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美国 他未来想控制欧洲会更难 所以这实际上对欧洲 特别是像法国 德国来说更有利 所以你要看懂这一点 那么未来整个欧洲和美国关系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欧洲一旦摆脱了美国 那么实际上在其他方向 欧洲就会寻求自主 对美国整体来说 特朗普是冲击力最大的 这个共和党 民主党是希望通过战争 牢牢的把欧洲拴在自己的战车上 我把你拴住 用自由民主 各种意识形态 利用战争 用俄罗斯威胁 他越威胁你 你越往我这靠 那么我说的很多话 我和欧洲之间的很多关系 就能够什么 捆绑在一起 那现在来看 未来特朗普上台以后 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会反化 那我既然花这些钱 我为什么 我要跟着你美国一起玩呢 那我们欧洲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军队 对吧 所以你看欧洲未来和美国关系会发生变化 那么日本韩国 也是美国的盟友 那么特朗普是一定也要求日本韩国 提供更多的军费 如果不能提供的话 美国也不会保护日本和韩国 甚至我之前说过 特朗普在任的时候都说过 不要以为美军是不会从韩国撤军的 美军一旦撤走的话 俄罗斯和朝鲜想怎么做 所有人都明白 一定越过三八线 那个朝鲜军队 其实最担心的是美军 并不怕那个韩国军队 解放整个朝鲜门岛 统一朝鲜门岛 你看特朗普就拿他威胁韩国 那韩国最后呢 你掏出钱吗 你不挣了这么多钱吗 来养美军 来给美国提供利益 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敲诈 你看美国也在利用着敌人 利用着俄罗斯 利用着朝鲜 在台湾方向利用中国 来敲诈自己的盟友 所以我说特朗普才是真实的美国 美国是绝对不会自己吃亏的 我凭什么养着你们呢 日本其实更惨 日本现在呢 希望从中国和俄罗斯 还有美国之间这种地缘政治竞争中 日本能够获得什么 获得正常国家身份 军事能够现代化 而且军事能够松绑 经济上能够获得美国 像当时朝鲜战爆发以后 日本经济能够好转 就是因为日本和美国绑定以后 美国把很多的生产转移到日本 就近提供给朝鲜半岛 提供给越南 作为后勤基地 日本现在打算也是重新复制 既然要发生战争的话 如果发生战争 我日本会不会成为美国一个后勤基地 那我日本会不会再次腾飞 但是现在看 日本 它很有可能是第一个被美国出卖的 就美国反而不会从日本 提供更多的援助 或者提供更多的资金 反而要从你日本 获得更多的利益 甚至你有可能变成美国的炮灰工具 从日本从低岛链撤离 那么把日本 把朝鲜半岛扔给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 那这样的话 日本实际上它损失最大 那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特朗普不排除真的有可能真的 在它的任期内交易台湾 美国和中国演一出戏 美国拱 拱台独 说我支持你 你跟中国闹吧 宣布独立吧 我支持你 刚宣布独立 解放军登岛 美国什么也没有做 也有可能 这时候有交易 那最后台独 为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当了美国 过去实际上两年的战争 美国并没有从欧洲获得任何的利益 特别是经济上的 反而美国是欠下了巨额的外债 特别是美国的34万亿 就美国国债 美国欠了这么多债 而且它现在整个的 国内通货膨胀并没有降下来 未来可能还要升息 并不是降息 还要升息 美国的国内银行 还有国内的很多金融 这个压力是巨大的 那美国现在呢 实际上就需要靠盟友 从你们身上割肉给美国来输血 那么实际上呢 它很难从中国 从俄罗斯这种崩溃中获得利益 俄罗斯也不能崩溃 中国也不会崩溃 连朝鲜和伊朗都不会崩溃 那美国只能把枪调转 向自己的盟友 那我就吸你们的血 所以你可以看 特朗普上台以后 实际上才是美国的真正面目 美国两张脸 一张是拜登 一张是川普 这两个脸来回变换 把周边的一切蚕食掉 这两个脸就像黑洞一样 不断的蚕食着美国周边的盟友 以为靠着美国啊 以为美国给自己提供免费的防御 美国大兵保护我们 向台湾人自己幻想着 美国要为我们台湾人去死 天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美国人来了 不吃你肉 不喝你血 不弄得你倾家荡产 我给你打仗 最后我给你打仗吗 我把你卖了 还能卖个好价钱 我一直在讲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 所以中国对待美国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不管是俄罗斯还是朝鲜 还是伊朗 你看中国在国际上 做的很多行为 都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说我要跟谁对立 我要跟谁 要结盟 你看米莱 阿根廷总统米莱 上来就说谁是谁 是阿根廷的敌人 这就是非常幼稚 他以为棒了美国的大腿 回过头来美国饿的时候 第一个宰的就是你阿根廷 现在实际上你可以看 日本现在实际上 我觉得川普上来以后 日本就成为最大的冤大头 我觉得川普要把日本的血吸干 不吸干日本 美国是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罢休 日本这么多年 一直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 保证自己的安全 自己又不投入军事 很多的钱没有花在军事上 你现在你要为过去的行为买单了 日本现在想着中国崩溃 美国和日本一起 骑在中国身上像当年大清朝一样 你给我赔款 我把你肉吃掉 把你血喝掉 那现在一看中国又有核武器 俄罗斯又有核武器 中国现在你看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经济也超越了日本 直追美国 虽然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宣传 中国也没有发生颜色革命 没有崩溃 那眼看着血喝不着 肉吃不到 那美国 美国等不及了 美国股市那么高 谁接盘呢 你可以想象 那一个股票 那一个股票啊 现在涨到 纳斯达克已经 纳斯达克已经创新高了 那么高 那么高价格的股票 谁去接盘 风险那么大 涨成这个样子 历史新高 还可能继续涨吗 谁去接盘 他下来的机会要比上去的机会大 美国现在实际上 他这个软着路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美国一定要找人接盘 我觉得川普2024年上了以后 日本的好日子结束了 美国这些盟友 包括欧洲 他们就看清了美国的面目 最后还是被美国收割了 那你看中国呢 我觉得中国就 可以看日本和韩国 未来和美国打这个贸易战 中国反正跟美国一直是 打这个贸易战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而且中国已经把产业转移了 转移到其他方向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少收入 很多美元 从墨西哥进了美国以后 和墨西哥分成 这美元最后还是流向中国 只是换了一个墨西哥的牌子 但是这些国家也不一样了 很多国家现在和中国要搞僵 特别韩国 日本一心一意要跟中国干 只有自己老大呢 自己老大要拿自己开刀 你说他会怎么想 他转型也转不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美国这么一闹 会把日本韩国整个经济整崩溃 日本股市那么高 离崩盘也不远了 击鼓传花那种东西 一张纸 你说它是多少钱 把股市价格搞这么高 那没有泡沫吗 那就是一张纸 凭什么说它那么值钱 你那么值钱 是不是 你给美国输血 就等着载你的 未来打起贸易战 你可以看到日本 韩国 说习近平任何坏话 奇妙吧 这个政治很有趣 所以很多小国啊 懂觉得大国之间打 我们就可以分食某个大国 我们一拥而上 你这是太幼稚了 这个世界五个国家关上门 联合国五个厂 关上门 人家是一家 人家要瓜分这个世界 而你们是被瓜分的 你们是说白了不好听 就是一盘肉 给人家分食的 人家来瓜分你们 不是说你们反过来 要瓜分人家 那五个国家 关上门以后是一家 人家在一起谈的问题 矛盾是怎么分你们 怎么把你们一块一块切掉 分食你们 而像日本像台湾 像韩国像欧洲这些小国 还有像地区 他们想的是 怎么样把中国分了 多幼稚 甚至要分俄罗斯 跟俄罗斯对着干 理念相近的国家 搞出这么一个词 你问问特朗普 特朗普眼里边 有没有理念相近的国家 最搞笑的这一点 用意识形态洗脑 洗成这个样子 还是我那句话 谁是肉 谁是吃肉的人 要首先认清楚这一点 你们是肉 最后被切割 分割的是你们 不是中国 俄罗斯 和美国 人家是吃肉的 这就是国际现实 那现在看俄欧战争 你看我一直代替俄欧战争 俄欧战争 还有可能有新的变化 欧洲就被出卖了 欧洲已经去工业化了 那未来还要为军事买单 你可以想象欧洲未来的景象是什么样的 俄罗斯会蹂躏整个东欧 我就有一天 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不会存在 捷克 像什么立陶宛这个国家 现在今天 闹得多欢 在台问题上闹得多欢 未来都要付出代价 美国第一个就出卖这些波罗的海三国 台湾也是一样 今天台独闹得多欢 未来都会送上断头台 而且是由美国和中国亲手 行刑 对台独分子进行镇压 是用中国和美国同时 对台独动手 我一直在讲 美国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台湾人到现在 还在幻想台湾能够独立 日本还在给台湾洗脑 理念相近的国家 你看看川普说的每一句话 你好好看一看川普 他所做的所有行为 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人家要的 所以中俄美 未来在东北亚 在整个欧洲 欧亚大陆 重新划分实力了 那我觉得中国要抓住这些机会 完成国家统一 武统台湾 好看